你第一次真的接一個工作 你之前那個不是工作 當你是玩 是 第一次接一個工作 人家丟一個展示給你 好 你怎樣處理 因為我第一個接的展示去做 都是Swing 所以那些是不計算的 因為那些基本上都是懂的 很多東西很疑話為 對 他會說 這一首大概要點什麼 但其實中間的細緻 全部都是我決定的 所以自由度太大了 我反而想說 第一次別人被題材 就是第一次別人被題材 我想我最記得那一次 其實都有很多次是別人被題材 但角度怎樣遲入都是我自己的選手 但我最記得那一次就是 那時候要寫一首電視劇主題曲 就是《勇探神錄》 是張家輝做的 還要是去唱的 那是… 為何要笑呢 我當時不懂笑 我當時不懂得笑 很自信 我當時以為看這個作品 是否唱得好像《勇探神錄》 我這樣 那是… 有沒有真的 對… 那時候… 第一個發展示範圍 那時候還是… 什麼年代呢 那時候就是用MD的年代 用MD的年代 叫做發展示範圍 其實就是打個電話給你… 你有沒有人不知道什麼 MD? 真的有人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MD? Mini Disc 就是一首很小的CD 不過還要在一個盒子裡 就是裝起來 它的關鍵是… 你可以錄的 你可以錄的 沒錯 就是在MP3 你這樣說會不會 現在CD都可以錄的 那時候不行 在MP3 和CD Writer 都還未成功的時候 露細底 所以你有一種… 對… 一種… 先進一點的錄音帶 這個樣子也挺先進的 因為今天要找一些展示範圍 我都… 在這個錄底裡找一些MD出來 都覺得很滑時代 那時候… 有些已經玩不到 是的 所以那時候說 所謂… 傳展示範圍給我們 現在就… 傳展示範圍 然後就… E-mail 電話 已經出現了 那時候傳展示範圍 其實就是打個電話給你 叫你上公司拿的原因 就是要上去拿 然後拿了展示範圍 然後監製就說 那個題材就是… 你那本是甚麼來的 那本就是… 一本劇本 電視劇的劇本 即是他預期望你 看完整個劇本才行 是的 不過… 是的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簡陋 很簡陋 其實是很薄的 那時候… 笑不更事 覺得要做好這件事 應該要怎樣呢 要看那本劇本 看完之後 就寫了一份詞 叫做《無常》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他第一句說 要說人生的起起跌跌 無常 所以其實中間看那本劇本 完全沒有關係 最終就是寫了那首《無常》 講一個比較抽象的 很行動 因為是勇嘆的 神陋的一份詞出來 但為什麼我這麼記得這件事 就是… 因為我白看了那份劇本 還有就是… 由於他一出電視劇 我父母是終於在電視上 見過我的名字 因為其餘的… 平時是不會知道 他可能… 其實我在懷疑 到現在都不是很清楚 我去做什麼 那就是這件事 那你呢? 我第一次就是… 最深刻 就是… 如果你說第一次 截到一個展示 怎樣做的感覺 我想我是非常非常不知幸運 因為… 好像剛才所說 就是第一手 就是接觸了同居角落空 角落空 那麼… 他也提供了一個題材給我 就是… 你要說貓 和要說貓很囂張 一隻貓很囂張 但你好像沒有意思 是他的主人 好像沒有意思 我當時和家人住 那麼… 我侄裡有一個貓 所以這個第一個好處 就是我自己真的有貓的家 還有我會覺得另一個很好運的地方 就是我撞到盧寶欣 他是一個很像貓的歌星 歌星像貓 他… 即是… 我會很容易想像到 怎樣去寫一隻貓 是被他唱出來的 那… 那… 因為以後會遇到的情況 就是… 有些歌手 或者監製 想提出一個題材 是… 你又想像不到歌手 怎樣唱出來的 那… 那… 那…那次是很幸運的 就是… 我…我會覺得… 很多一隻貓 就是… 我覺得是… 他… 那… 變成是… 頭…那幾隻都… 很短時間就寫了出來 那…那… 但是最初怎樣去… 處理一個詞呢 那… 那… 我想… 那時候想了很久 都是… 都是想用一種… 我自己寫小說的方式去寫前方式 我想最明顯決定這一樣風格的東西 所謂風格就是寫《快錦飛行》 有沒有聽過呢 大家不知道 《快錦飛行》 最初那幾首歌的歌曲是 《天邊的一角後鳥遠飛他鄉》 《忘形地窗邊觀看》 《明龍地讚賤與欣賞》 全部都是一些畫面 然後從一些畫面再進入那個人的世界 不是說從一開始很直接講一些感情 從一些很畫面上的東西開始 是我一直寫小說以來的風格 慢慢用這種小說的風格摸索 就開始摸索到寫前方式 那你覺得逐間有沒有變過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 譬如說你有沒有接觸一些 譬如說有時候寫一些很快的歌 你也要有時候很快的歌 其實你通常都很少寫我 很少寫我 很少寫我 我想有沒有變過 我想真的沒有什麼變過 一直都用這個方法 我自己是幾… 創作上幾… 獨裁的一個人 那你呢? 那你呢? 你有沒有遇過填詞上有什麼… 風格上的轉換? 我想… 我想風格其實… 每一個人寫自己那個… 當聽到一首歌的時候 再演繹,寫回來 其實很自然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風格 那… 但是… 剛才你說的獨裁那件事 我反而想… 問… 我… 對不起,我應該回答你了 我想我應該… 有嘗試過用不同的文… 即是文峰去寫不同的歌 這個大家都會試 如果你有多和不同的歌手合作的話 他們每個人的理解力 或者他們的演繹力 或者他們的接受程度都不同 所以… 有時… 很著重我的風格 他有時… 可能是接受不了的 那… 反而是… 要調教一下風格 但是… 反而… 我會堅持這個Message 即是… 如果我想說一件事 那個角度 我希望會被別人改造 那… 那… 這個是… 你可以… 換一個角度說 就是… 風格這件事很… 很好的目標 對,很好的目標 那麼… 其實可以說一下 譬如… 在填詞上有些甚麼特別 堅持 堅持 一定要做的 或是… 一定不做的 我… 我… 我自己其實沒甚麼說 一定堅持要做 不做 但我想其中一個… 我很不想做的 就是… 講一些… 譬如說… 我想我… 譬如我寫一份詞 我要寫寂寞 這樣… 我就… 很不喜歡用寂寞 那兩個字 我想… 一個… 情緒的時候 我不會用那個字 我要用其餘的部分 去塑造那個情感出來 這個是… 一個堅持 就是說… 譬如… 上年… 我有一個… 有一個… 挺特別的 就是… 幫… 張嬌填填了一首歌 那麼… 其實開頭的時候 就不知道那首歌 是… 幫一個慈善團體填的 那麼… 就… 填了一份詞 然後… 因為… 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下 就會多了很多老闆 因為除了他之外 還有慈善團體的老闆 慈善團體的老闆 最後就說 我可不可以加尊重和平等下去嗎 那麼… 那我就說… 不行 然後… 他說 真的不行 不行… 那怎麼辦 我寫了一段 你看 我就… 抽了一段 我寫了尊重和平等 然後我… 給他 那我就說 那你覺得行不行 他最後也是覺得不行 所以最終就是什麼都沒有改 就出了… 出了… 那份詞出來 唯一改了就是歌名而已 但是這件事情 我想你問十個填詞人 幸好我還沒改這個程度 十個填詞人 十個填詞人 十一個都告訴你 改歌名 你不如斬掉我的頭來 那麼… 這一個… 這一個就是我的一個… 我想… 最大堅持就是 最好不要改歌名 這一個… 但有時候都很身比有棋的 那… 那… 不過… 我堅持就是 當寫一種情感的時候 我不會… 用回那些字 用回那兩隻字 就是好像剛才我所說的 那你呢? 我也跟我們差不多 就是… 我也寫不少情歌 但是… 我很堅持 情歌裡面 不會有我愛你 這三個字 我覺得現實中… 這個我留給你說的 其實你也不會 我很明顯不甜 就是… 現實中我覺得是很難… 很難說我愛你 還有…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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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唱出來吧 不會 因為你想唱出來 你想對所有的人 就是… 每一次我寫到那裡 就是… 都會有一種… 大家有看過Red Bull的廣告 是不是? 就是在一個塔上 扔一條繩子下來 然後下面那個人 在那裡彈吉他的人 下著著著花那個呢 那那個我愛你 每次我一… 接觸或… 要寫我愛你 我就那個畫面就出來了 就是… 應該是在這樣的畫面 才會出現 我愛你的… 的東西 是啊 那… 如果… 那如果說有什麼堅持 我想… 呃… 我自己來說 因為我是寫小說出身 我想… 有一件事是… 一直都很堅持 就是我希望我… 那首詞 就算你不唱 你就這樣看那個文字 都是一篇文章 對 對 我自己的經歷 這些東西 對 因為… 會看到有一些… 我又不說他錯 但是… 就是… 我自己不是很想… 做到就是… 純粹一種感覺的宣示 我想… 有一個故事 有起承轉 對 那… 這個是… 你有一個堅持 是 但我也同時間… 我也很有這個堅持 但是我又… 同時間… 有時… 有時… 很多現在的監製 有時… 就是… 不是說做事的時候 不是在做事的時候 就是純粹 說一下這件事 就會發覺… 其實… 有很多… 做音樂的監製 有時… 不是很… 不是很… 需要東西 他不是很需要分詞 很有… 起承轉頭 或者是… 很… 很…很… 很詳細 最重要的是有兩句Hook 對,要有一個Hook 還有要跟… 那隻貓做狗 士多啡 不是… 就是要有一個… 這樣真的不行 我沒有說他差 但是… 這個業界中… 某一種傾向 就是一些監製 他們會比較注重 有沒有一、兩句 可以令到別人… 還有那個混亂 洗腦 對 他不會像我們這樣想 就是我們這種文人的思想 就是… 我夠不夠完美呢 就是那個詞 由頭到尾 是的 結構如何呢 沒錯 有時你會感覺… 啊…這裏 譬如說 郭監製跟你說 或者不是監製 或者是藝術 那裏 這裏 可不可以這樣 就是… 哇… 那一刻就會覺得… 其實如果像我們這種寫法 就會有一條拼骨 那份詞 有時他會整條拼骨 他沒有… 即是他整個人都不打你 他只是打你那一刻 你一打完就整個人倒下來了 那你會… 但這是你的惡度而已 但是在他的角度 是的 但是問題就是… 你知不知道那個人是人嗎 即是… 我寫了一句 你會否看到… 你會發覺… 可能整個人都會… 但他不是要一個人 是的 他要那兩斤豬肉 我想問就是 這個是我的堅持 真的… 你抽筋骨真的… 所以有時的衝突 不是說真的… 一定說誰對或錯 沒有的… 只不過是他想買豬肉 但是你想砌整隻豬出來的 還有… 即是有時… 有一些… 即是… 是… 音樂人是跟詞人之間 這個磨合 是… 有時… 大家要遷就 但其實音樂人就不遷就 因為他很難改一個曲 那很多時候都是詞人去配合 是嗎? 我這樣說 政治整窮 哈哈哈哈 那哪一支填詞你最難忘呢? 你可以拖給你講一下 好聽 填詞… 填詞… 填詞最難忘 一時之下想起 我想最難忘都是… 不如我們播… 播一支 好啊,你播 是,我覺得 那我… 你好 其實我想大家有些… 挺有興趣的知道 就是… 究竟你填詞的時候 收到的demo是怎樣的呢? 是嗎? 是嗎? 這個東西… 插詞其實是… 去插詞那個 有什麼東西插詞 去插詞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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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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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啊 是 在她籌備的時候 不如我講一下吧 我最難忘的那一次呢 就是… 其實這近年呢 都有幫… Fiona 即是士凱琪寫了 都很記住過 其實我最記得的 第一次跟她合作 大家一句都沒有說過 我就寫了她 那次因為時間給我講 接著就去到第二次了 第二次的歌 我改了九次 那九次的情況下呢 是… 由… 我寫完給她 接著… 歌手又歌手 又歌手 又歌手又監製 又監製 還有一個叫ANR 唱片公司那邊 那個人打電話來 Fiona想改給她 好 改完給她 接著就到第二個人 打電話來 她又想改給她 第三個打電話來 我不想… 我認為我再改不了 接著又到Fiona 到這個… 到最後呢… 是… 即是… 即是… 真的改到很… 即是… 因為… 你又拔一下耳朵 又拔一下那裡 即是我改完之後 那時候應該是… 應該叫做三不像 那麼… 改到… 但是呢… 大家都開始… 電話的通訊頻密 就已經很短了 因為大家都不敢打電話來給我 因為… 即是… 態度越來越差 但其實我不是… 即是… 我是… 我是很… 其實我不是很願意改 不過我都… 有做到我的本分 我覺得都可以 那麼… 到最後就… 終於不用改了 就變了… 啊… 他們就唱了那首歌 傳回WhatsApp給我 那次呢… 是一個… 來回地獄友誼反人間的過程 因為我都很混亂 即是… 因為那首歌本身 都是一首演唱會歌 那又說得比較…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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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ce Music 說到… 原來我也有個… 我要… 天馬空得來我也有個… 鋼鋼鋼鋼的 但是那一… 它已經飛到… 不知去了哪裡 那我… 後來就發覺 因為那一次之後 我再跟他… 寫… 就順利 那… 就是因為 在那個過程裡面 他要些什麼… 不要些什麼… 要些什麼… 不要些什麼… 我開始摸索到 他後面那邊界在那邊 那… 其實我有個堅持 他也有他的堅持 那個磨合過程 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之後 我們要改的情況 就很少 就是之後要寫的歌 那我… 那一刻的… 感覺就是… 其實呢 要磨合 真的要兩個人都硬 才可以磨合 就是如果一個人很硬 另外那個人是… 就是… 自己說方面 ヽ ノ 你… 等於… adjusted 你就搜尋我 那我們就不會摸到 他的樣子 所以我想說 你有一個難忘的尷尬 那然後… 你就… 是嗎? 雖然 beber 最難忘的 你吧 但我覺得當自己成功感 我想最高的一首歌詞就是這首 大家不喜歡聽歌 這首歌是一年半季的路口音樂 大家一聽歌詞 音樂可以說一下大家 通常聽到Demo的時候 第一次印象很重要 通常聽到音樂 你就會有一種感覺 是第一個反應的感覺 是會有什麼畫面 這首歌的第一個感覺就是 好像到了秋天的最後 然後慢慢的冬天就會來了 那我就想到一年五季這個感覺 但是為什麼突然 為什麼我會覺得這個是 我自己比較難忘的一個詞作呢 就是我用了很短的篇幅去寫了一年四季 就是第一句 就是第一句 《脫虛戀隔壁》 《張開衣裝》就是春季 就是春季 《明朗朗決語》 《櫻花處處城坊》 春季 就是用了兩段八句 就寫了四季 那用了多少時間 而且在那裡用了很多很多時間 而且我完全是用一些文件去寫 比如最初是櫻花 或者用了蝴蝶 用了夏天的影子越來越長 或者用了秋季 用了夾在書裡面的後面 用了很多很多心情去寫 那那個是… 但是呢 我發現出來 最後那個反應 是沒有什麼人留意的 就是… 自己的滿足感很大 因為用了一種很含蓄的方法去寫 那種很… 很意著很含蓄的方法去寫 但是這件事情 可能在現在來說 是最不能夠被人發現的一種方法 但是你會不會覺得 反而有時候這些會放得久一點呢? 我希望 可能十年、八年之後 或者你聽完之後 回去找來聽 再推薦給朋友 然後幫我封存一下 那就是剛才這個Demo OK 到我 到你 一人一首 是 那我又播一下Demo 其實就是… 這首Demo 都找得很辛苦一下的 因為… 真的在那些MD裡找出來 那這首Demo… 你MD怎麼弄回到電話裡? 嗯… 就這樣落入音機? 不是… 我也不是白癡到這樣 就是… 你還有沒有MD機? 沒有… 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 那部MD機是一部Sony的MD機 那部MD機本身 都有十五年歷史 那我覺得… 但用得這麼少 但是十五年去… 完全沒有 很合理 那我覺得 其實現在的電器的製造商 要反省一下 就是現在的東西太容易壞了 那時候那些東西 就是很難壞的 那… 我… 這樣就找回MD機 Barn 那其實呢, 我是找不到的 我也找不到這個 我是很想找到的 每個手都有 是這首沒有 那我最後也是找回ARICポック 他就給我,但也是MD 我就錄下來 因為音質未必是最好的 因為過了電腦 你的MD質質素也不錯 不是,但我的電腦不不錯 他的聲音握手錄的卡不太好 這首歌就當我還沒換夠 原生的DEMO就叫做MASTERPIECE 大家聽一聽 為什麼你有聲音? 為什麼你有聲音? 我寻不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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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的意 我寻不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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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題材是甚麼呢 我寻不寻 當時身邊有個朋友 她有一個多年的女朋友 多年的女朋友 和她在一起 但是後來就分了手 是男人提出分手的 因為有第三者 然後就很大件事 處理得不好的時候 男人很直接地跟她說 女兒就很大反應 然後也是那幾筆東西 每天搶地都很重要 那時候我就覺得 還有身邊一大多八公八婆 那一群未計 還要說她不對 她不對 她不對 搞了很久 那時候我就說 我很想寫一首這樣的歌 我很想平反 就是為什麼不行 雖然我不是這樣 不要說我不是 我是不是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都應該平反一下 其實一樣這樣的事情 都是可以平反的 就是說 如果我是第三者 我可以跟你分手 為什麼我不可以 很直接地告訴你 是不是好過拖手 所以那時候就 還要說到很真心 就是可能我就是你玩夠了 我還要叫好生 好像這支麥克風 還沒有 不夠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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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她就看了 對 對了 所以 所以 嘩 為什麼你好像麥克風那麼多 然後 所以寫了這首歌 但是為什麼我想說這首 對 為什麼我想說這首歌 為什麼我想說這首歌 就是因為 接下來這一段 大家聽聽 我最喜歡Bridge Bridge 就是說中間有一段 音樂 對 這一段 就是那個 那時候她會被我分手 其實這一段不用填 這一段不用填 這一段不用填 不用填 就是 可能我到時 弄一些效果下去 這樣就過了 但是我覺得 我填到那一 那一晚 去到那裡 雖然有東西 我填到那裡 我就覺得 不是啊 這一段才是最好玩 那就 覺得不行 我這一段一定要填下去 還要填 到你唱不到 因為其實那一段是唱不到的 因為它好像一支機關窗 那樣 Bridge 好了 那我其實是最後 到這一首詞出了街的時候 即是首歌出了街的時候 這一段 在上面寫詞那裡 寫著Rap 那我其實覺得 其實真的不是Rap 就是因為有音 就是 D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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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D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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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聽到吧 他只是說了一句 我剪頭髮 然後他在用編曲來剪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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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 我現在給你聽聽,這就是成品 這首歌是當時的鐵 我最喜歡這句 這句真的很難 還是先大方地收口 才叫真正不知不求的勇敢 是的 所以我這首詞 我到現在不可以說最自豪 但我創作過程是最過人的 反而去到這裏 好像打籃球一樣 去到最難的位置 我反而想在這裏 一段這麼短的 要說完整首歌的情景出來 就是那個情況出來 那我就在 那做完之後 也在 Eric和Swing和Gerald那邊 他們也覺得 大家都很有想做到這件事 因為其實真的很難唱 他們最終都是做出來的 所以這個我自己 印象比較深刻 我講個題外話 是 你覺得一首歌 就是那些音多 是 就是字的位多 是 是 要說小耳 為什麼這麼巧 其實我有 不過我真的純粹帶來 這個 就是這個 這首就是 這首又是Swing 第二次出來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叫無限的這首歌 沒有 但是沒有 我這個是一個展示 那為什麼 我記得這首歌 你說這件事 那時候 因為 我 和Swing合作 就是我 Wyman 和陳詠謙 那幾個 就 還有林玉玲 那時候 他就出了 那張告別的那張專輯 那些展示都做好了 那 就 排在那裡 喂 要拍片 即是哪一個 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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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首 那時候 他給我這首 我就覺得 因為我很忙 那時候 他就說 那麼小字 很笨 然後 但是 因為這個是 seniority 那我們現在要先讓Wy 先 就是Wyman 先 那我 後來 不打這首 我拿了 然後 我後來 有一個場面 剛剛 怎麼樣 大家坐在那裡 看 二重 寫了沒有 他就說 寫了 我說我寫了 我寫了 那我問 為什麼你不打這首 那麼小字 寫到什麼 就是這樣 我寫了 那時候 那時候 這首歌 最有趣的就是 我第一句 就叫 三分鐘一百四十字 那 其實這首歌 這首流行曲 通常都有 最少三百個字 我現在更快 點了一首六百氣字 我簡直是想死 就是 虧的 如果點了六百氣字 但是這首歌 我就是覺得 只有三分鐘一百四十個字 而他首歌 真的只有三分鐘 只有一百四十個字 那我 就是剛剛想說的 但是首歌 但我相反 我覺得 越小字越難 可能我覺得 我寫開小說 我是一個口水佬 是的 就是我寫開幾百 百多萬字 幾十萬字的小說 我覺得小字 是比較辛苦 要在幾個字裏面 講完整個故事 就是百多字 有個故事 我覺得很辛苦 一模糊 是的 所以我這一個 但是我這一個就是 所以我經常覺得很生氣 有些人 例如網上 網上有些人討論歌詞 有些愛媒 寫詞很容易 百多字 那就賺幾千元 就是我以一個做過寫小說 和寫歌詞的人 可以絕對跟他說 寫萬多字的小說 沒有寫百多字的歌詞 那麼辛苦 尤其是廣東歌詞 如果很有題材 就更加 是的 有時候說兩句都沒有去 有時候 有時候 廣東歌詞的問題 就是你要 憑那個運 你用的字很有限 我想廣東歌詞 可能是全世界最難言 就是我停過國語 還有現在有個趨勢 我經常發覺 有人覺得說 霸字不准用 和媽字不准用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不對的 但其實我不太知道 我知道 但是 現在那個問題 我覺得是有點偷懶 對 但不是霸字和媽字 是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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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 那個話字都不准用 那個下字都不准用 即我有五句裏面 好 我下話 馬 最後才是霸 我那個霸字都有 其實真的 因為我不可能無故唱到 錦彈套 你聽對不對 那時候有個霸字 也是正常的 我想完全不用 就比較嚴重 是的 但是 的確有些 又比較偷懶 句句到媽 爸 媽 那我想 會留意到這樣 但有他的肖 我覺得 有他的肖 不要太多 是的 我們講到哪裡 再播多一首DEMO 好 我有一首DEMO 是我最深刻印象的 那我先給他 對不起 為什麼呢 大家一聽就知道 剛剛我們講的那個 白馬 那些 其實是否你們有些 竅門 即是那些有些 有些反規 的 即是 關於港獨 好像 因為 當這幾個字很百搭 又很容易 在具備的時候 就很容易壓到運 是 何來大家 不喜歡 就是 可能不是 是 個人 是 可能 很多人 不是 會有 多了這個 好像多了一條規矩 其實這些是 不是 是屬於 不太好 好似 得如大家 偷 自己就不好 偷懶的 技術 多一點 好 大家會很奇怪為何有一首日本歌 但其實不是日本歌 這首歌也不是日本人 其實這首歌是… 剛才填了是用祖兒唱的沙寶淚 作曲是黃丹妍 唱這首歌,這首歌也是黃丹妍 那我不懂日文,我不知道是否唱這首歌 但我第一次唱這首歌 為何這麼棒 而且一聽的時候 已經令我想起日本的純愛電影 主題曲 所以立刻已經整個傾向 就想到那一首歌 我兩個人進去沙灘 組織了沙寶淚 夏天過去了,有些東西就消失了 就很自豔 其實他是不是認識日文的 我相信他是認識的 但很多都… 像日本人一樣 不是,他有些東西聽到他是說什麼的 好像聽到 不是,我有很多示範是日文是… 即是古東營 到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應該照計是日文 但這個絕對是… 這個是我收過最深刻印象的一個示範 所以一定能夠保持現在 就是… 那個感覺很強烈 已經令到整個畫面出現了 是,是誰 那你… 展示模 展示模 展示模,大家還不想聽展示模嗎 還是我們跳到下一部分 其實我們暫停了多久 哈哈哈哈 OK 我…或者是… 輕輕地說一說 最近幫D.H.N.填了一首 《咖啡因眼淚》 這首歌是剛剛出的 其實呢 那時候他們是… 我或者我播一播的demo 為何我想說呢 因為我自己挺喜歡這首歌的 In fact 在我們說的東西的途中 已經叫我… 也就是D.H.N.叫我改詞 不是,我是改了 她說OK OK 我們去… 這個… 剛才… 就是《咖啡因眼淚》 那其實呢 這首歌呢 就是… 原生呢 它就叫做 Sleep When I'm Dead 就是說 我死了才睡 的一首歌 那時候 那時候他跟我說的東西 就很有趣的 就是因為呢 他一開始就說 其實這首歌呢 他是… 他們著作了很久的 但是一直呢 都是… 他都有唱歌的 這些不是我的詞 那就是… 但是呢 一路呢 公司那邊的時機未合 因為他有一個二重唱在裡面 而且他真的很樂 即是真是top punk 即是香港比較少人 他們那時候可能是想唱一些比較大陸的歌 才能儲得一些power才去做 現在他就去做了 我們真的很想唱快歌 想做這件事 我聽到他想保持今天不太累 我其實很認識到他說 即是說Sleep When I'm Dead 即是說有一種人是去到… 我是有一個夢想 或者有一個理想我要去做的話 我是想用盡我的時間去做 去答對這件事 他聽完電話… 我聽完電話,他打電話來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我還沒知道這首歌 但是我知道他有一句叫做 咖啡一眼 為什麼呢? 我就是當時覺得 情緒如果是做這件事 去到那麼瘋 即是頭到那樣 你是要慢慢喝咖啡 去提醒自己要繼續撐下去 做一做一做 多到你一點 眼淚水都淋有咖啡一眼 我那時候呢 我後來就發覺 原來現在的證明 你喝得多咖啡 是會流多咖啡 而且你每個人會情緒化一點 我覺得這件事挺有趣 所以那時候呢 那他第二首歌 現在就剛剛派了一堂 反而我想說 就是講這一段 剛才我講過 我很喜歡鐵 Bridge Bridge就是這一段 就是在歌 鞨酸粉若灑 是時後在歌 是時後再去 對不起,我只是想讓大家聽聽,所以我不默默了 這裡有一個問答 然後這裡有一段很棒的吉他 solo 其實我突然想說這首歌的這一段 因為我覺得那個有趣的地方就是它很強 我知道我要寫《咖啡一眼淚》是一種沖的狀態 就是我喝紅牛,喝很多齋啡去喝 但是很明顯 我明白他那時候作首歌的時候想說這個狀態 但是去到那一刻,旋律去到那裡 很明顯是表現一種頂不住的 就是去到那裡 就是現在讓大家聽聽 就是 就是 然後再唱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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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向樂 是樂的了 就是現在是頂不住的狀態 就是 就是會開始想很多些 就是 後果 就是 或者是不碰 不碰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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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 又會上回去 所以這首歌本身 就是一直斜上去 然後 然後 靠著 成熟說我頂不住 然後再上回 不行,我也要來吧 我覺得為什麼我這麼喜歡這首歌 就是有時候一個Bridge 不會再有一個起伏 可能是首歌去到chorus 它會有一個dub 然後就一下子 然後再在chorus pick up 但是它這首歌就會去到 在Bridge那裡 已經出現一個很疲憊的狀態 然後再給你一段 推上去到高峰 我覺得寫詞上 這個是很難得 不是經常有的機會讓你去 因為你的情緒爆發 很難再去多一下 就是在最後那裡 我覺得它這首歌 做得很好 我自己都很喜歡寫那個 所謂的Bridge 因為通常它是 可能唱了 開頭第一、第二段 然後唱了chorus 可能再重複一次 再唱 然後突然間 它才變一變 有一個Bridge 就好像一個故事 有很多東西 設定了 設定了世界 有很多人 他們做些什麼 你會猜是怎樣 然後突然間有一個轉變 在那裡唱一個特色的轉變 是的 其實跟小說有點相似 是的 不過又不是上首歌 還有 有時候 提前有一種難處 就是說 比如在chorus那裡 就是過了一個Bridge之後 最後那個chorus 你會想填不同的東西 是的 就是你不會想重複 因為你以為那個Bridge 你轉了 轉了 你已經去了 你想再給一些不同的東西 不同的東西 就是起承、轉合 那個是不主 是的 然後你想在那裡 再給一個不同的結局 前面 是的 你應該有一個心理 有一個轉變 有一種覺悟 在那裡 但是有時候 現在都會 遇到這種情況 就是 你敢寫 有時候 因為要 而唱 而記 有時候 就是想洗腦一點 想重複多幾次 是的 就是監製都會想要回 那裡都會有時候 改幾粒字 有時候 扯大纜 就是 可以改一點 但其實 我認為作為電視人 就會挺響旺 寫著什麼 就是從結構上 希望做 是 希望做 希望做 那好吧 剛才 最後再說 成品會不會出意外 不是 那首歌的成品 會不會出意外 不能說是意外 就是 是自己心目 就是未必100% 自己心目中 就是 尤其是 有時候 有時候都會 因為 因為那些展示 很多時候來的時候 不是 完全 編曲 編曲 是 可能是很簡單 一些 用一些角琴 或者是吉他 就出來 嗯 他給你的一個 first impression 我就填了下去 最後出來的編曲 很不同 我想我最大的衝擊是 試過一次 一次 我想我自己寫過的詞 大概有110首左右 到今天 但是我每一首 就算有一些很奇怪的 我怎麼都會做自己的 No.1 Fans 我都會聽很多次 唯一一首歌 是聽過十次的 因為我第一次 我就太震撼 被震傷了 之後給了九次機會 看看我會不會接受到 它是不行的 我不會說 不能說的 不能說的 但是我第一次寫完的時候 就是給了那個展示的時候 是很全面的 那邊說 就寫了一件事 那邊又沒有什麼改善 好好好喜歡 大家都好喜歡 但出來之後 那個編曲我真的不喜歡 我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真的 其實我 那一刻我是第一下 我是覺得自己 被失望 不是 就是超越那些 就是音樂鑑場 還未出現問題 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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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很失望 就是 當你那個 那個 還未是原成品 還未寫的時候 那你 就算是參與者 我會很希望 很期待 出來的原成品 當然是怎樣 去怎樣 表達到我的歌詞 出來 有一次 我填一首歌 那個節奏是比較慢的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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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歌詞很文雅 當然我又不說 歌名 那個歌詞很文雞 怎麼知道 出來了 那一刻 這樣 就是完全 感覺完全不同了 大家有沒有看過 就是鼓動真浪 那一刻 不是我的節奏 為什麼不跟我的節奏呢 不是我的節奏 有時會挺失望 出來的效果 我自己覺得不是最後出來是我心目中的那件事 但這件事也是挺無可奈何的 要明白一件事就是一首歌本身 就不跟我們寫小說 就是一個比較集體的創作 我們始終只是負責一部份 很多次還是最後的一個部份 對,而且大家都會是最能改善的那件事 很多次 說完這件事 也不要說不重視,他很重視 他覺得你最大膽性 我試過有一次被收到是… 我覺得那句是怎樣 工程師… 你又認識他… 工程師… 你又認識他… 即是錄音區的那個… 什麼? 我那一刻的時候是… 你會藉口嗎? 你會藉口嗎? 藉口嗎? 藉口就是喬如那些人都改善了 那些人都改善了 即是我創作就算小說也好 填詞也好 很相信第一個得到的直覺 我覺得是… 最多都是改善一次 還有… 即是… 重寫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很痛苦 即是大家要知道要排毒的 即是你寫完一首詞 除非是很快就寫的 如果不是,你想想 戴著耳機 啊… 發夢也聽著他 除了重寫 還有一個情況就是… 他的Demo 已經有一首廣東歌詞在裡面 哦,那些更慘 那些也是很慘的 是的 因為他又令你聽了之後… 有印象 令你有些想法,有印象 是的 但你又要避開他用了那些字 或者錢 然後他又之後… 如果說要你重寫 你又要… 又要聽回那一段 又要拆開你的腦 再… imagine另外一件事 接著那件事 應該就跟你原生自己 最珍我的… 跟音樂本身最直接的接觸是不同的 我通常會問他 我回一個純音樂 是的 我會不聽那個 有說過嗎 這個真的很… 我覺得那些人的Demo Demo 亨得好是很重要的 我又是很怕電子琴的叮叮叮叮 我又是不可以的 即是很明顯地去叮叮叮叮 那些Demo 我又聽到就是… 即是太疑過了 我又投入不了 所以我也要求… 還是寫小說3D 是的 好了,我們現在… 原生呢 喬大說 哎,我們其實應該… 歌詞應該不會說到那麼久 我現在發言 那… 我們現在就開始說小說了 那… 由喬大先說吧 你說吧 我們第一個點 就是比起歌詞是個人的 這個絕對 就是我自己的理論 始終最喜歡做那件事 還有… 我是每一次填詞呢 我就有坐牢的感覺了 我就很想快點搞定它 快點寫小說了 因為始終那件事不是你自己控制了 你不是寫完就有一個完成品 那種滿足感就是不一樣的 是的 還有,交詞這件事都是… 為何我們要再說這件事 是的 好了,我們再說另一件事 先說我的一個點 交詞其實是有壓力的 我通常會先放在一起 看看他們什麼時候錄音 是否交詞後 對,也是一個暗… 六個鐘頭不聽電話 是的 不是一個暗箭 所以說我明天會聽問 是假的 全部都是假的 但小說就不會 就是自己向自己負責 沒錯 怎麼開始寫小說呢?喬大利 何時生起這個念頭呢 算了,別說了 其實這些… 訪問也做過很多次 OK,那不如我講一講 我怎麼開始寫小說就是幾年前 不是,我回答了何時生起這個念頭 就是幾年前 其實這個念頭就是… 在2050、56年的時候 我寫詞寫比較少一點 但我反而是… 就是… 吸收了很多新的東西 就是看書、看電影、看很多東西 吸收了 我當時有想過 其實我喜歡寫一些… 詞其實真的很短 尤其是我想寫的東西 我心想的是一些很長的東西 那我就很想試一下 那時候我也沒有想過是小說 因為我不覺得英國小說 可以就這樣寫就寫 我覺得這件事應該是一個很高手 那我就花了很多時間在這裡做我的設定 我做我的資料去排排 那我可以排他很久 到…直到… 嗯… 我已經排到沒什麼好排了 那我就見到… 那時候就剛剛認識了一條例 就跟他說… 我呢… 因為我知道他是大小說家 那我就… 我想寫一個故事 那他說,你是否想寫小說 我… 我… 我忘記了 是嗎 對,在那一層的故事 然後他就說,寫吧 你不寫就這麼久就寫吧 然後我就… 哦… 那我就開始寫… 寫小說… 寫小說… 寫小說就是寫吧 是… 其實沒有什麼那麼高手 是… 所以說怎樣入行的 都是… 要寫先 都是突然之間有一個… 就是我自己讀書的時候 就是… 開始突然之間… 好像卡通片的一個燈膽出現 就寫… 就很傻間間地去做這件事 去寫 好… 我覺得… 是… 我是… 我也要彈了一燈膽 不過沒有著 不會的 不會的 你始終還是會著 我真的覺得… 創作這件事是缺乏的 就是… 整定你始終還是會做的 好了 我們先說回我們的正題 就是這個音樂想像和文字 我們這個音樂想像和文字 就是… 我們有一個共通的特點就是 我們是很喜歡聽著歌寫的東西 一定要的 就是… 是很吵的 環境下寫的東西 就是… 我喜歡… 因為我自己在外面寫的 我不喜歡在家裡寫的 因為在家裡寫 我覺得… 我喜歡在外面寫的 但是… 旁邊可能有很多自由行 所以… 我喜歡在外面寫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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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在外面寫的東西 還是要聽著音樂 聽著音樂 聽著音樂 聽著音樂寫的小說 這個是必然的 是差不多… 譬如說… 我自己… 每一本小說都有幾首… 很專注… 譬如說每一個scene都有一首歌 要聽著 Soundtrack 對… 有Soundtrack 我也是… 我寫小說 每一個系列 我從以前寫 《吸血鬼烈人》開始 寫《殺善》 到《舞蹈福之詩》 每一本 在我的iPod都有一個playlist 這樣 播放一點點 都是集合了一些音樂 而那些音樂 絕大部分都是一些電影 電影、電視、Animation的Soundtrack 它可以回憶我一些記憶 即是對於某一種情感 或者某一種場景 某一種氣氛 它可以助長我寫一種圖類的場面 那種感覺 所以是… 經常聽著聽著 它都是… 十幾首歌 我想我也是 或者有時候我自己看電影 或者就算看電視 不是無線電視 就是看電視 看電視的時候 或者看美劇 人家比較會用心做 Soundtrack 或者我一看一段 它突然間我會很留意 Soundtrack 而我會去找找到或者買到 Soundtrack 不是在耳朵 不是在 Soundtrack 和我家裡很多 就是了 那就是去… 我會做了一些playlist 是我自己… 即是可能有一些是叫duo 即是說是決鬥型的 那有一些是trace 是追逐型的 有些叫bom 是射擊型的 有這些playlist在我自己的iTunes上 我想這是我們這一代的創作人 比較特別的一面 因為我們從小就在影音的媒介裡面長大 變成很習慣在裡面去吸收一些感覺 或者是一些靈感 我們前一代 譬如金融會不會聽著音樂寫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以我所知 我有一些同輩 大部分都是民主的 譬如你最喜歡聽哪些音樂寫 什麼? 最主要聽哪一首音樂寫 我其實… 你兩首? 好的… 策歌 我都播不長,我有一番棋 我們現在學術現今 現在不是說話的那一段 我們只是播放上一段 我會播一下 譬如剛才這本 就是在香港發生的 有很多追逐 我可以播一下這首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這首是一首很出名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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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是十分鐘長的聲音 這首是《MATRICS》 MATRICS的門體外 《MATRICS》的第二集 他有一段在天橋中追逐 駕駛電單車 然後他們… 有人又拿出來揭槍 然後跳上車頂 然後… 電單車又跳上貨車 在外面 就是整個一個… 當時他們做這個聲音 花了很多錢 他們只能建立了一條公路出來 正在踏這個聲音 所以這首歌叫做 《Mona Lisa Overdrive》 原來很出名 因為它整十分鐘 只說一個car chase 一個追逐的聲音 譬如我今天有一段 是… 全段都說在香港 每天一路跑出時 在大嶼山追到… 追…追…追… 追到游弄彎 那時候我一直… 基本上就是… 因為我覺得聽音樂 最特別的東西 就是會變成第一身 你突然寫的東西 會變成第一身 在眼底 那時候我就一直聽著 自己動手也不動腳 是啊… 就是想想 左… 有時寫什麼 就是左手托著右本 咦?不是的 它在那邊 會有這樣的情況 有這樣的情況 是的 就是… 一直聽著這首歌 在這裡寫 寫那一段 寫得… 很興奮的 就是… 基本上是… 之後是… 以名這樣 所以會有一個… 很有幫助 你會馬上回到那種… 那個節奏… 那個節奏是說… 你有多… 你要… 因為如果你會聽一首音樂 他也不是不斷去的 現在才去 他中間會有些停止 可能你會自己寫一段 追到的時候 你也會有… 要被讀者呼吸 你會說去… 我這裡發生了什麼事 我這裡撞了我的牌子 然後他可能會有些對話 再去 然後有第二個情況發生 所以我覺得這一… 這一期這一首感到 我很喜歡他聽了很久 對 但真的聽不完 那個版權已經… 我沒有理會了 沒有啦 那我撥吧 這一首呢 就是我自己… 不是這一首 不好意思 突然之間… 邱靖妹 這一首是我自己的… 寫薩禪本時常人播的一首歌 那麼… 薩禪可能比較少人看過了 比較簡介一下 就是一個古代的邦會的故事 那前面有很長的一段… 橋段呢 都是講那群主角 那群好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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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在市井的最低層 那群掙扎不夠喘的 那所以呢 那時候就整天錄這一首歌 這是教父,但這個不是 這個是他第二站的時候 這個叫The Immigrant 就是教父小時候 剛去到紐約 所謂地獄廚房 是一個最低率的時候 一聽這個你就會想起 羅密迪尼路 年輕的教父 托著一籃蔬菜 在骯髒的街市一鏡過 怎樣走 就是殺善主角的冤云生 怎樣在街上走 一邊聽著 怎樣 很屎屎式 一個最慷慕的地方 怎樣 真的有效的 有一種熱心 聽多久 聽多久 我想男人比較有感覺 我覺得 男人的聖經 應該也是 不明白 我覺得 不過第二集 第二集 我想 應該也是 一是有的 又是有的 沒有的 為什麼女人覺得 契爺 這齣戲其實叫契爺 不是叫教父 契爺 契爺 你還有沒有 我有很多 播放一段 你播吧 寫報道 狂自私 很想要 這個 剛才大家要找 什麼 什麼網絡 其實我的掌握 一些出名的 一聽過數目 這一個是 徐克七劍的 我也有 我也有 因為它是 穿井獻齒 很出名 一個日本的配樂師 就是這個 攻學機動隊 很出名的 這隻是 必備的一隻 武俠 我覺得寫武俠 必備的 這隻聲音 毛 還要分開我的喇叭 你給我 不夠毛 你現在可以唱 就是它那種 層層疊 那種一路 將那個提升 好像兩個高手 慢慢將他們的武功 你贏一招 我贏一招 那種感覺 是… 一聽就很容易入到 你上身 可以在上身嗎 自己上身 自己上身 接著有一段是 你的節奏特別快 就真的 你聽到它過招 會不會這樣 很多床 有聽到的 就是 你覺得 你有目標 招入床 那種 很容易滿意 激起到 那種感覺 我很覺得 就是 身份單筆 我給一個大概的 建議 我們會怎樣 利用音樂去激起自己 寫詩線 我又再做一段 其實我又有一段 這是第五期 即是之前一期 有一段叫做《刀劍無和》 那個篇章就是講兩個 因為我那本是科研小說 你當兩個是X-Men 一個是用刀,一個是用劍 他們倆可以穿越時空 去到另一個空間 這兩個人就是 兩個很星星相識的人 性格很相似 我那時候 一直都想打到那種勢軍力 因為用劍那個是一個西方人 你可以當是一個西方人 用刀那個就是一個東洋人 一個好像一個武士 一個森林 我那時候很想知道 我一定要找一首 可以做到這件事 每人要找到一首 聽 然後我就要在這裏打 然後去了另一個地方 去了日本 然後那首是甚麼歌 我那時候找一找 第一首要在《Manhattan》 即是在紐約打 我覺得要打一打 他們兩個飛去紐約 然後我就找到 突然間有一天 聽到是這首 那這首就是 這首叫做《Alive》 是一對 我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 Darth Punk 是一對法國的年次音樂組合 他們兩個是 可能你們有印象 是兩個傻佬 在那裏 戴著頭盔 永遠看到的樣子 一個金一個銀 好像兩個機械人一樣 那我那時候聽到這首 我就突然間覺得 是這首 這首去紐約打那一刻 就是整個 整一戰 那一戰 就是要兩個人 打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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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自己是活著 就是只有通過最上城的 表面的感覺 自己活著 那時候 畫面會在樓中間飛來飛去 就是在追逐 然後 我又要去到 這個 就是很大城市的感覺 然後我去到日本那首 就是 這一齣電視劇 就是 我很喜歡一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或者聽過 叫《龍馬傳》 一齣大和劇 日本的大和劇 就是 我剛才說過 或者刀那個就是一個 魔鬼 那我就 哇 今天聽了 就 不二之選就是 這首歌 就是 去到 他突然間 由 在那個 曼哈頓那裡 就可能 一平在隧道 一穿穿了出去 就第一 就見到 有些櫻花飄下來 然後 飄了下去 一個佛像 然後他們就在 富士山的洞口 飛了出來 然後打打打打 然後滾到山上 打打打打打打 就是整個 畫面是一路聽一路 就是這一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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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寫的東西 就是天崩地戀的 就是 所以他們兩個 對 林寶的樣子 你就知道寫小說多好玩 為什麼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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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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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沒錯 因為我的眼睛是 在這邊 是在記住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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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會 好像兩條 魚在 一條 在一條 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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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流一上 他在追溯 生命的根源 他很高層次 這樣打 所以 好了 就是 就是板拳的問題 但我就 對 所以我 但你接著可以播出一首 你有板拳的 哦 是 就是你小說的 是 的 sound track 因為 他很有特別 是 他的小說是有 sound track 因為其實 我自己 很久之前都想做這件事 我寫 寫《吸血鬼戀人》 那時候 是 很想加 sound track 很想找人 整首那些 那些 歌曲 rock那些 那類 是 但我不懂音樂 沒有人幫我做 其實真的有 不是,我沒有錢 那 他就完成了這件事 是 那我 小說也有 sound track 就是我每期小說都會做 sound track 當然也是找Eric 其實 我想他開始有點後悔 因為他不知道我寫過 那時候 那時候 我出來 我有事情跟你聊 他首先第一次 就是出的時候 開始說 恭喜了 然後開始就 還有一個 是 but something ask 就是 其實就是 因為 我為什麼 這樣呢 因為 始終對於我來說 在故事裡 有講 有提音樂 那樣 每一期都會講音樂 講音樂的性能很強大 那 在我 那個 創造 那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 如果他 本小說 沒有自己 一首 原聲音樂 他還沒有完整 所以 我覺得 是一定要有的 我那時候 找到他 但不是一定有 但他找到他 他答應了 所以 那時候 每一期都做 那 我這裏 補一補一手 對啦 我有扮拳 那就是 那就是 那就是因為 那本書裡的女主角 是一個個性 其實 那 那 男主角 就是 一個 就是 他的 男主角 就是 都是 很 很 很 慘地 分開了 而且 那個男主角 失了益 那這裏 那一段故事 其實那個女主角 是 一直都 在他們 相戀的時候 他就是 作了一首歌 寫給這個男主角 但是那個男主角 從來沒聽過 因為已經失了益 那在故事 差不多 第一部的鐘局 那裏 他就 剛剛 他在一個演唱會 那裏 他就要唱這首歌 他就決定 因為他決定 他不知道那個男主角 在場館裏面 他就唱這首歌 而那個男主角 一路就是 聽著這首歌 一個歌詞的時候 就一路記回他的 他的原生 他的自己的過去 那所以 本身本小說 都有這首歌 所以那時候 就覺得 就直接做一首歌 做一首真的歌 做一首真的歌 那這一首 最終就是 叫 《假使一天能重遇你》 就是 《When will I see you》 然後 那時候 就 做了一首情歌 就是 就是 用回 《智民太平》的 編曲 然後填回歌詞 就找了 《葉去文昌》 所以 其實這些 那些音樂 一直做的 聲音樂 和音樂 我們也是 做完之後 也有個 編曲 但我也是 放在YouTube 或者在網上 或者在Facebook 這樣放 我也沒有想過 怎樣去 真的利用這件事 但我只是覺得 有的話 就是 令到這件事 軟滿了門 那 那 好了 那 那 想起什麼 什麼 《Final Fantasy》第八集 對 是嗎 黃飛主題曲 哦 是 有這句 太羨慕了 那我 那我 你認識多些人 那我 那我以前做不到 那時候 那 推而求其次 有一個什麼方法呢 就 作一些假的歌詞 插在裡面 有一些人唱 或者在某些情況下播 那 我記得 我是 那些歌詞 因為 我寫的第一個 《吸血鬼獵人》 那個故事 第一隻出現的吸血鬼 就是一個 七十年代死了的搖棍歌星來的 那當然 他就是 Jim Morrison 可以拍Dores的主音 Jim Morrison 但是我沒有 就是 改了另一個名字 那 就 找一找 那 大家吃了飯沒有 哈哈 哈哈 嗯 不要緊 很重要的 好了 那既然 現在他在這裡找你 我先給大家聽聽 這個 這個就是金記的 這個就是金記的 完成音樂 那 我看到有 Eric Poker Fans 可以給大家聽 那 這個就是 嗯 就是金記的 原聲音樂 Cyberpunk 然後有這些 原樂就是 有些特務 片 表 那其實我 給他那個 那個 不要說 要求 其實我就是 要兩件事 一 特務 二 追逐 Food Chase 跑 還有 Car Chase 香港 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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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很拿手做 電子音樂 那 但是 後來 如果大家後面 聽到後面有一些 原樂那些 有一些 都快來 比較後面的那些 就找了 一位叫做 Ted Lo Ted Lo Ted Lo 他其實之前有很多 其他幫我做 但是他就是一個 是 香港做 配 娛樂 最頂的 頂的 就是你不是說 你要真的懂 因為你要 不是有時候 你可以一次過 找了 十幾二十人在幫你拉 但是他簡直是可以用 電視音樂 去做到 好像真的 而且他拍到 因為偏遠提 那時候 很厲害 我覺得 就是 我覺得 他經常都肯參與 因為 那個 全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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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是很專業 因為 因為 原諾 是 特務 那樣東西 你沒有其他 做出來 因為 很多年前 James Bond James Bond 對 已經設定了 那樣東西 已經進入了 全頭腦袋 那 我還記得 他有一次 我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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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感謝你 好 給你 我那一刻 就突然想起 好了 你準備好了嗎 OK OK 那時候想起 Hugh Jackman 誰知道 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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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人們覺得他很像 奇妮伊士活 那時候 大家都知道 他自己是一個大明星 他就走去 有一次 有一個場合 看到 Clean Easton 他走去 跟Clean Easton 說 Hello 我是 不一樣 還不理他 感覺就是 世外高人 都沒有人 這首是原本的歌 不是我 不是我拿來的 sign track 不過呢 這個是我寫的 有一本叫東奔街道富士集 是一個景美富士集 其中有一段情節 就是 講一個新仔的差路 那個前輩就逼他 給他試試 就要他去扮毒販 我帶他去賣毒販 在Disco裡 看他一小時 連賣毒販 但這個年輕人 本身是在低下街場出生 然後他聽著Disco 我心目中 也是類似這樣的歌 就是這首歌 Sweet Live 街頭的生活 然後他慢慢 好像一個警察走路 然後變成一個鼓掃仔 即是拍攝音樂錄 就是這樣 然後我在小說中 插了一段 是我自己作的歌詞 即是沒有歌 就是 I was born over the corner 我就是混凝土上出生 I bring water from rust tubes 我從生手的管道裡學水 I was born over the co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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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用那種感覺 帶回一個假的歌詞 希望可以… 希望大家讀者看的時候 也有一種音樂的歌 是 我自己也有 這是一種 在我不懂得音樂的形式下 一種廉價的做法 所以你真的覺得 腦子是最好玩的地方 即是你有音樂 其實裡面無限大的 即是你畫面 所有的東西 好像他剛才那樣 可以拍MV的 即是在腦子裡面 其實我們填詞的時候 都有很多畫面 其實他應該請我們拍MV MV的人就說你是想… 對 即是譬如我記得甜的東西 他不是說是甜詞而已嗎 對 周日床上 對 對 那你需要演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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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演賣吧 你是想 那就不行 即是那些… 我們剛才說的那種 很多畫面 有很多畫面 對 有很多畫面 對 有很多畫面 對 有很多畫面 我們開始互動一下 對 我們開始互動一下 不如大家… 有很多畫面 問一下問題 問一下問題 沒有互動的時間 有沒有試過很快地去甜一首歌 有啊 有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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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我餓了那麼多下 即是我… 不快的經驗 不是 我…我…我之前呢 有做過一個…也是和他一起做過訪問 其實呢 我一年真的只是想… 那個畫面呢 就是有… 很卑微的 我有兩首 是很輕鬆 愉快 有少許搞笑的歌 就OK的了 即是我… 我停那麼多首 裡面有兩首 我希望做到有… 有兩首 即是不要全部都是一些好墳墓 或者其他 那… 那今年就做到 那我…我發覺 為什麼呢 第一件事就是 我填得很快 我填這些是最… 最… 對於我來說 是最自然的語言 即是我是… 很快 那… 剛剛前一陣子就… 就… 填了一首 叫藤藤鑽 那我真的用了… 因為我… 我好像他這樣 死啦 好像坐牢一樣 有首歌擺在那裡 是很害怕的 即是… 因為他可能是用你三個總統 或者可以用你三個禮拜 你完全不知道 那… 那首歌大家聽到… 再多兩個禮拜 是的 我也知道應該是OK的 但是… 那你會預期時間的 你不是預期了 我都預期了五天 擺在那裡 擲著你 但我… 三個小時就下跌了 那次 那真的對我來說 很簡單 其餘時間就可以打遊戲 那就是… 那你有沒有… 很快的照片 我最短時間那次試過… 一圓一… 一萬聲 錄口音的暈室 我不知道… 可能他… 明天要錄我 這樣就死了 明天永遠都要錄的 然後… 然後… 聽到最直接錄到什麼 就… 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做到 我平時做得很慢 所以… 這些其實是會激發人的潛能 我都覺得 我也覺得是的 有時… 就是… 你有時呢… 迫到… 告訴你 很緊…很緊…很緊… 很緊的時候 你又好像會填得快一點點 不時就很容易… 不是 答案是我沒有答應他 我試一下而已 因為… 我也不知道自己做不到的 其實… 這件事真是… 很虛無形的延遲 真是… 可以是… 我們再互動一下 是… 我想問一問… 我知道你會問問題的了 你又知道 是… 我想問一問… 聽到… 小說… 音樂會影響到你小說的畫面 那… 你想問會是… 有音樂才有那個畫面 還是你有那個畫面 是因為那個音樂而令到你那個畫面 畫得更好 會不會有這個情況呢 你未知怎麼回答 我先回答 是會的 那我想呢… 我自己本身是… 我已經知道我那裡要寫什麼 我知道那個場景在哪裡 但是… 你… 到你寫的時候 你有時你的篇幅呢… 你譬如說… 我不想… 有些地方你是寫多長 多短 你哪些地方是… 真是形容我打 哪些地方是形容過… 那個場景 是… 就是五光熟悉的 怎麼樣… 這些呢… 是一個音樂給你 因為那個音樂有節奏 其實你的文字也會有節奏 那樣東西是會很掌管 或者… 給到一個… 你是想那個讀者 要一種什麼節奏去… 那我覺得… 還有那個豐富程度的音樂 是可以幫我很多 是會… 會正的 有時… 對我來說 大部分時間… 都是輔助成績 就是… 一種… 情感的激發 就是… 幫助我去… 譬如我要寫這個人 是… 很豪邁啊 我… 一條人殺進去一百個人那裡 我就要聽那種很厲害的歌 去… 令到我自己都… 都進入那個狀態 都進入那個狀態 是… 但是他就不會… 就是很少說會… 會影響了我寫那個畫面 或者… 就是他會影響我 哪有事 我就會有助長我… 那個… 那個想像的 我覺得… 那個音樂 那個情緒都有 但是… 那個… 就是那個助長的想像都有 因為他會recall… 就是… 比如說… 剛才… 我們之前有說過… 其實… 那個音樂那個… 好像其他… 我這裏是想… 就是… 一年五個人 那裏是想… 那裏是想說秋天 或者… 這個感覺是怎樣 其實我覺得… 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 很多時候你會發覺很相似 就是… 一首音樂播出來 其實大家… 沒有遲之前 可能大家聽到那個腦海裡 其實是… 畫面是很接近的 就是… 或者… 那一首歌是… 說著日出的 你不會聽到它 它是聖誕的 就是… 這樣… 都會很相信 是… 這個… 我… 我覺得… 其實… 我认为这个词本身是在要求一个什么的情绪 我为何这么说呢 很认真地说 不要说急或不急 那份词很急 你有时很急 没有时间填 这些本身是一个障碍 你要急起来 你要做一件事 你可能会拖嘴 但我想 如果在其余的外围因素 平整的情况下 就会好讲你的首歌的题材 我之前 为何这么说呢 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体验 就是因为 之前去年 还是前年 我忘记了 陈奕迅有首歌 就叫《圆》 那首歌就是 原生的题材就是 我们想讲的一件事就是 这个世界上每一件事都会有一些东西 有一些东西是有终结的 而是不能回转头 是不能保救的 是不正能量的这件事 就是你真的有一些东西是打烂了就不能回转头 那时候我收到这个题材 我想过很多东西 例如说 维多利亚说 维多利亚说 如果填了它 不会无端端 回到出来 你要回到去 其实这有没有可能 很多这些不同的 但是想做到的就是 这是一个共通的题材 那时候我用了死亡 他想了很久 最终以死亡来说这首词 然后在里面说一个人 憑死的状态 去回顾他自己人生里面 众多不同 他已经不能够回转头的东西 这是两个层次这样说 为什么我说会是这件事呢? 因为我那时候刚刚我有一只 我自己有养狗的 那我有一只狗刚刚去的 那在那个 他已经老了 但是在那几天里面 他有经过洗神 换血的 那他也有回光反照 而最终是真的捱不了 好 就去了 而我看不到他在最后一面 因为我要去睡觉 然后去到已经没用了 那时候我第二天要带他去兽衣 就是要尽点装他 那时候 当我写这首词的时候 他是在我的 在我的桌面 很小的 那时候在我的桌面 我想这个很影响到我 就是因为 我不是一种处于极度悲痛的状态 因为我对死亡是有一种 因为我觉得他去了一个好一点的地方 其实 但是他也尝试过努力过 想扭转这件事 但是有那种繁复在那里 我想我那时候写完的时候 就是很处于这个状态 我想这件事情 就会变成了可遇不可求 但是可能如果我要填一首快歌 我在那个状态就会很差 就是我那个状态就会不行 那就会是这样 到你 我想我自己是 我自己是 我自己觉得我最佳的创作状态 就是在最平静的时候 最内容的时候 反正我不是 不会说很需要 自己个人生活 或者情感很激动的时候去做 可能有些人 他创作可能他需要 喝一杯再转一下 转一下转一下 我自己就 我的习惯是 喜欢处于很平静的状态去做 因为我会觉得我做创作的时候 我很需要尽量 张开自己的感官 去拿很多不同的东西 去想很多不同的东西 一定要在自己很平静的状态 最放松的时候才能够取得到这些东西 但是我想这些东西因人而异 始终也是 这是我自己的方法 有没有人上星期来看刘洛杰 他不是喝大一两杯 这个不是因为他要喝大一两杯而创作 而他经常都要喝大一两杯 还有没有 有想问 随便问你也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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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刚才有说 有一首歌词 是最容易可以 最后可以有更改的 但是有没有一些位置 你们是 拗得很硬 有些词是一定要改的 你们就没有了 没有 因为始终 真的 我们填词人 不是那个作品里面 最 最代表的那个 崗位 我自己会觉得 始终 最后是一个综合的完成品 就是我不觉得 我在一个position里面 我是可以坚持 那样 最后我只会给一个选择 如果我真的不想改 我只会给一个选择 就是说 要不去找一个第二个关键 只会这样 我就 不会很弃硬 因为始终 那个是 等于这个电影的偏剧 我没有可能 我可能凌駕到导演 或者一个演员 说我一定要你说这句对白 你不说就不行 是没有可能 其实是有些无奈的 因为那样东西始终 是很奇怪 因为你是 跟身 那样东西 就是 你做了出来 它就一直跟着你 那份词 那你又会想 你也要 是 有些很大坚持 有很多地方 我想 在于我自己来说 我就觉得 刚才我所说的 就是 如果抽拼骨 就不行了 就是 你一拔掉那样东西 那份词是会散开的 那就不行了 那些我通常都会解释 我想说的就是 我现在 很有趣的 我写完这份词 我会用三四句 去综合这份词 是什么意思 然后才教 就是 对 对 真的会这样 暴读 没错 先推出一个想法 这个方法挺好 是的 那 因为你有了那样东西 你有没有看《Inception》 即是 那样 催磨 就是《Inception》了 接着你才去看 这段片 就不出去看 其实是一种帮助 大家 在一个 同一个平面上 在一个平面上 在一个平面上 才说 然后 他再去看 就会容易理解很多 如果也不行 那有时候 他拔一些很不得的东西 我就会告诉你 如果我拔到这里 你看看下面 这些逻辑上 是不是有问题 如果他也是不行 那我就会觉得 其实呢 你是最开始 已经不认识 不认识的了 头那几句 你已经不认识的了 所以大家不需要再 再争吓 不要拔我 在那里 不如这样 因为 最好找到第二个人寻 因为 其实呢 我有时候 就觉得 我也想那件事好 就算不是我寻 我也想那件事好 而那件事好 就一定是用一个 新鲜的角度 再去看 会是 好 过不断 收收报告 是 真的 大家最终都不会喜欢 我很少看到 会是一个很圆满的照片 说回来 其实好像 好像说了很多填词的 不开心的东西 但是其实 填词 就是 你的歌词有一个 很大的满足感 就是 他那种感染力很强 就是 有时候你去 当你知道 有人在卡拉OK那裡 用你的歌词 来宣洩自己的感情的时候 你的满足感是很大的 而且 如果你听到 别人在你面前 唱你一首歌词 你那首歌词 那满足感很大 但是 没有人会拿着 我半年小说 可能不知道 你这段真是精彩 那是 是 但是歌词 就会有这一件事 是的 我很明白这件事 那时候 前陈永谦跟我说 他去看 左轮又你 突然之间 就发现 我说 跳拉河马 是不是你写 是的 哇 很过瘾 几万人在唱 然后我说 你怎么知道是我写 跳拉河马 跳拉河马 一定是我写 其实这件事 很好 但我听到 那也挺好的 我又会想到 那时候想起一首 是 好像 是比阿郑 在跳多演的歌 在红莞里 一起 一样 跳拉河马 也是挺开心的 我自己最深刻的印象 是有一次 Candy 唱歌 快感匪行 就是这个 游街 那时候还没拆 政府物料 很旧的那种 那时候 那时候做了一些文艺的 老徒 那时候开了 其实很小型的 一个concert 连坐也没得坐 就是百多人围着 站在那里听 然后 他那次的演绎 非常原理 就 就是 那个感觉 是很享受的 是很难忘 我也觉得 其实 现场听到自己的作品 尽量是很小的地方 大家很密集 而大家也都 你知道那百多二百人 是很投入 在那里 很专心唱歌的时候 是那个感觉更加强 那个是 就是不是在那里 灰燕光泛 没什么可以代替 没什么可以代替 当然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填词有些 就是会很多 可能因为填词是创作 每个人都懂文字 就变成了很多人会给意见 或者要你改 你写小说 你们编辑那些 会不会有那么多 自然 有没有 没有编辑的意见 他会有意见 但是 其实也是 也是 影响成本有多少 好 好 他不是那种 叫你改 是的 或者叫你编辑的意见 不是的 可能是有点盲点 就是 可能这个是不是有盲点 有时帮你补完 是的 很重要的编辑 很重要的编辑 不过我有试过是 有一些 长 每一画面是 那个编辑提供的 但是那个编辑其实是我的朋友 就是原建涛 那时候我以前出书 是在一间叫铁道馆的独立出版社 他制作的 他就是排卖版的 当然他是第一个看的人 是我很久的朋友 也是一个导演 也是一个编剧 那 我写《杀禅》的时候 有试过有一些 有某一些场面 或者一些 description 他是 如果这样会很厉害 当然最后决定权 也是在我那里 但是也曾经试过 有这种情况 但是你说 我为了编辑给意见 那 也有试过的 但是通常都不听 我想我是比较 我是很珍惜 那个第二个人 第一双眼去看那个小说 所以我会 我会很 我比较是 如果编辑看完之后 再试过一些什么 老实实 第一次看 一定是 这个是肯定的 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我会让我 那个 停止了 然后我再去看 然后我会 用 我会去想心一层 究竟他的意思 从那个角度去看 他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觉得完美的 你自己是完整的 去出去 所以我觉得那件事 是重要的 我反而 就是信任度很高 是 是 天主会不会有这样的 信任度 很少 那么好的 也有 有合作 尤其是我觉得 有很多 因为 其实现在 我 很多音乐圈 做音乐 很多都在其他地方回来 在外国玩开 音乐 然后回来 他们 或者 有很多 他们 有时 其实真的很着重音乐感 而不是太着重这些 但是 他们 也会同时 对你 因为是写词 是用中文 他们会 有很多 我自己 合作开 有很多都会觉得 不要紧要 这件事是你的擅长 即是我的擅长 他们会 告诉我 这些地方 我觉得 音乐有点问题 不是 音乐有点问题 那么 我们合作 他真的会说 不如 这里我扭 你帮我改一只字 但是我可以扭 做一个音乐 有些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 这些合作 是有一种这样的 关系 就会有很多 我最怕 有些太虚无缥缥 我不要 或者我不要 这两只字 这件事不是我想要的 是的 或者这两只字 我有听过 譬如说 即是喉咙 烧滚 唱一首快歌 那首歌手说 很痛 即是他说 我觉得这件事很痛 那一刻 就会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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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不知道 如何 就要找另外一个方法 是 又好像有那样东西 但是又不痛 那 但是其实也很难 不过就是 你会五发八 五发八 五发八 即是他觉得要形容词 他觉得很反感 不是 他觉得很痛 他直接 他没有反感 某一个用字 是的 他觉得 他不得到那样东西 可能他那个状态 因为每一个歌手 自己 他除了他能够 他适合 他做些什么 他对自己 因为始终我们要接受 即是作为电影 那首歌是他唱的 不是我们唱的 那种东西 出到他 是一个 他的歌手 自己的一个表现 他有些东西 他能接受到他这样说 他这样唱 他这样去形容 有些东西他接受不到 他自己想做好这件事 他也要投入下去 所以他那两个字 他觉得不行 我投入不了 这种烧滚状态 我要是 我一投入下去 所以那一刻他就… 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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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 我们也要先做 很多时候 我都觉得 其实那些艺术家 唱的那个人是最重要的 他接受是最重要的 因为最后 其实这首歌出来很坏 亦是人们罵他最多 是的 也要有这种心态 他要投入也是很重要的 要他投入是… 就是… 要… 所以如果说 有时是… 做到去到一个地步 就是我知道 你最初 已经是不败那几样 我就不要勉强 有没有… 有没有问题 朋友想来 知道更多 好 还有没有问题 各位 OK OK 好 多谢乔政府先生和乔先生 多谢乔先生和今次的读书会活动 我对他人 看上来 鼻子 看看 要